所以国民党在操作一个共产党期待的 赖清德的样子 我觉得国民党没那么聪明 国民党没那么聪明 这绝对有一个 大家不喜欢看到的黑手 在带风向 因为我讲嘛 你看从环境部开始 到国军 还有卫福部 对 环境部卫福部嘛 对不对 然后到国军降领晋升 还有说赖清德叫我们名嘴 不要批评柯文哲 这都是立威 一步一步下来 还有这一条 对 它一步下来 就是说要让大家觉得 赖清德是一个不讲理 没有温度 喜欢骂人 喜欢立威 喜欢耍官威的人 各位 只要你跟赖清德总统接触过 你就知道了 当到一个三军统帅 当个总统 不用骂人 不用骂人 他只要稍微说 你这要注意一点 这就很重了 皮就要绷紧 这就很重了 我们以前在国防部开会 那个国防部长只要说 那个余女长 你们单位最近意外多了一点 你要注意一点 不用骂我了 我回去就很难过了 总统的位阶更高 他对你的关怀 对你的事务更深入一点 你会更用心 这叫做什么意思 层层节制 分工负责 他就是要打破你这种 分工负责 跟一层对一层负责的 这种制度 所以我才讲 会干这种事情的人 我一直不想讲 当年国民党就是这样 被共产党打败 在防台中心 有一个中央跟地方的 一个视讯会议 那个一定要做 所以赖清德总统 他是全国总防灾的 总指挥官嘛 所以他就会说 那个花莲县 我问你一下 你们有八千多人要撤村 那徐正卫他说 没有我们三千零一十三人 那你说如果今天你换成总统 你会不会问 会啊 差五千人 对 差五千人 对不对 为什么他要问这么 仔细我告诉大家 因为撤村要极大的能量 你要撤掉三千多人 跟撤掉八千多人 那不一样 对 那如果花莲县 需要真的到八千多 差了五千多人 一个三千一个八千 那赖清德是不是 希望国军去帮忙 对 他有讲 对 因为依据栽访法 没有错 县市 县市首长 可以以栽访指挥官的名义 来跟国军协调 可是要三军统帅同意 所以 赖清德在栽访会说 如果你真的不足 那我就同意嘛 那你辖区的花莲防卫指挥部 能够派人去协助你 就赶快去协助你 这不是好事一桩吗 对啊 这是心疼花莲相亲 对啊 那被造成什么 跋扈 骂人 很凶 立威 不讲理 立威 为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有力量的一个组织 你要打破它 很难 怎么办 从内部攻破 让你内部的人认为说 你们这个总统 就嚣张了 专门骂下属立威的 这个不会体恤下属的辛苦 就把它塑造成一种 又坏 又凶 又爱骂人 又喜欢立官威 然后让下面的 他的一级主管都讨厌他 让他的现实实法都讨厌他 让他的国军将领都讨厌他 各位 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氛围形成了 这个单位不用作战了 这个单位也不用执行任务了 上下分离 当三军统帅 或者是总统下令的时候 下面敷衍 对不对 视讯会议一关掉 谁理你啊 我才不理你了 凶我 他就要知道这种氛围 所以国民党在操作一个 共产党期待的 赖清德的样子 我觉得国民党没那么聪明 国民党没那么聪明 这绝对有一个 大家不喜欢看到的黑手 在带风向 因为我讲嘛 你看从环境部开始 对 到国军 还有卫福部 对 环境部卫福部嘛 对不对 然后到国军将领晋升 还有说赖清德叫我们名嘴 不要批评柯文哲 这都是立威 一步一步下来 还有这一条 对 他一步一步下来 就是说要让大家觉得 赖清德是一个不讲理 没有温度 喜欢骂人 喜欢立威 喜欢耍官威的人 各位 只要你跟赖清德总统接触过 你就知道了 当到一个三军统帅 当个总统 不用骂人 不用骂人 他只要稍微说 你这要注意一点 这就很重了 皮就要绷紧 这就很重了 我们以前在国防部开会 那个国防部长只要说 那个余女长 你们单位 最近意外多了一点 你要注意一点 不用骂我啦 我回去就很难过了啦 总统的位阶更高 他对你的关怀 对你的事务 更深入一点 你会更用心 这叫做什么意思 层层节制 分工负责 他就是要打破你 这种分工负责 跟一层对一层负责的 这种制度 所以我才讲 会干这种事情的人 我一直不想讲 当年国民党 就是这样被共产党打败 真是糟糕 所以现在看起来 针对赖清德的这个 个人形象 是一波有意识的操作 抹黑污蔑 这件事情 是任之作战 得要提防 因为赖清德 大家都知道啊 我在这边都常在那边 穿着 穿着断的 你觉得赖清德 是一个爱生气的人吗 他如果那么爱生气 那么爱立威 我敢这样吗 他会摔资料 蓝白两党联手在立法院 今天再度退回了 中央政府总预算 而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光是治水的预算 就高达159亿 来 我要请小方补充 我先补充一下李明璇 李明璇他刚才在嘴高雄 可是他今天人在哪里 他在台北 开记者会嘴基隆 嘴林佑昌 他不是嘴谢国良 他是嘴林佑昌 那你既然有心思 来台北开记者会 去嘴 这个没有把事情 没有把基隆照顾好的 这个过去的林佑昌 你怎么不也顺便看看 现在没有把基隆 照顾好的谢国良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李明璇 你真的也够棒 那今天其实 除了李明璇 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让人发指之外 今天在立法院里面 国民党跟民众党 国众两党 照例也是非常好 令人觉得非常愤怒的 这几天 淹水的淹水 土石流的土石流 停电的停电 可能有一些灾损 有一些灾损 那如果有灾损怎么办 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记者 去问到有灾损 他说 我希望赶快可以恢复 家里面淹水可以清掉 我希望政府会给我们保障一下 那政府要给你补助 政府要不要有钱 政府要有钱呢 可是抱歉 这是今天在立法院干的事情 国民党跟民众党两个党 他们联手用限列的方式 再一次把总预算又再退回了 那总预算退回里面 总预算刚才讲到是150多亿 治水有159亿 防灾有77亿 灾害准备金有50亿 二备金总共有80亿 这边大概粗估总抓起来 大概366亿 这些钱都是现在在风灾的时候 全台湾的救命钱 以及未来 希望下一次遇到台风的时候 这一次如果我们有哪里做不好 我们是教训 下一次我们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情形 大家能够安身立命 结果呢 国民党跟民众党 我就是限列 我只要有报告事项 执行事项 还有蓝白两党 所要提的法案 总预算 那你们家的事情 我就是退回 我就是要杯葛 我就是要让你国家玩不下去 我管你你家有没有淹水 我管你你家门口 是不是有土石流 这样子是台湾人吗 这样子是你要支持的政党吗 这样子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些立委 有没有你选出来的 如果有你选出来的话 你应该好好去打电话问问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 在台风肆虐之后 我们所有的台湾人 第一次 打电话 打电话 感谢观看